要求游客必须签下窃洁书才可以入住 窃洁书里头就表明 如果住宿期间发生了不适 都和业者无关 放弃任何刑事民事的求偿 在2号这一天呢 就有超过300个人签下了窃洁书 那么进驻 但是呢不吃饭店的餐饮 结果住房率还是有四五成 甚至接下来的228连续假期 也已经客满了 有些民众真的是冒险 也要上山来赏赢